20世纪初上海有名的司马路商铺林立 司马路上的大新街有一家名为王继文具店的老板 是非常会做生意 他到日本时看到了一种很新鲜的娱乐方式 于是买回一些器械摆在店内招揽顾客 王老板更是亲自挥拍示范 而这种娱乐运动就是后来风靡中国大地的乒乓球 在乒乓球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英国的贵族们早已开始了用蒙着羊皮的产品球拍 玩一种叫桌上网球的游戏 由于空心球和球桌以及球拍相机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 于是也就有了乒乓球的叫法 当然那时的乒乓球只是有钱人消遣的娱乐方式 直到1926年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伦敦举行 世界乒乓大战才由此拉开了帷幕 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乒乓为何物 不过在一些开放的港口城市 乒乓球已经像很多海外搏来的新鲜玩意儿一样 成为了一种时髦的消遣 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不但成为了最早传播乒乓球运动的城市 也成了乒乓球运动发展最快的地方 不少乒乓球组织和球队相继成立 并于1924年夏天举办了全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赛 此后乒乓球比赛又发展到了全国的很多城市 到30年代 生产乒乓器材的中国乒乓公司在上海成立 以推广乒乓球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杂志 乒乓世界 每期封面上都会推出一名当时的乒乓明星 那时的人们开始探索乒乓与国民体育的关系 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 也让喜爱乒乓球的人们开始憧憬外面的世界 1953年新中国迎来了第四个生日 就在之前的一年 一场来势凶猛的群众体育热潮席卷了这个年轻的国度 毕竟对于被视为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 押了太久的中国人来说 强国首先要强壮身体 而毛泽东在这时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的号召 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当时中国 影响最为广泛的实心口号 喜爱乒乓球的少年越来越多 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既不需要太大的场地 也不需要太多财力投入的乒乓球 是最适合孩子们的一种运动方式 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里 孩子们也开始打起了乒乓球 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成为日后中国耀眼的体育明星 当上海的很多孩子还在以这样的方式打球的时候 在香港 一个名叫荣国团的男孩 已经在学校和街道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中 季冠群雄 被称作是东区小霸王 1953年 16岁的荣国团开始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 一个未来的世界冠军正在冉冉升起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唯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重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